你像早上就是一个 可以让你稍微有点空间的人 怎么光线就出来了吗 对 哦 对哦 我很继续 往往情感大师 自己的情感是一塌糊涂的 一个母胎solo 给另一个母胎solo出招 真的 一个敢教 一个敢学 一个敢说 一个敢听 对 我爷爷那些后代中间 就我一个没结婚 连我的侄女都生得像话了 我爷爷每次回去都很尴尬是吗 哦 对 我爷爷五代同堂 就就塌了我这一个 你知道问题出来哪里吗 你书读太好了 什么 书读得太好了 对吧 要像你一样读得再好一点 可能又快一点 是 对 说得对 我爷爷那些孙子孙女 就是有一个结婚的人 所以你不着急 我不着急 那你们会很明白 自己到底喜欢一个什么样的吗 明白 你明白 我明白 他超级明白 你为什么明白 我很明白 我今天跟他进行深入的交流 今天我刚聊过 我一个母胎solo的怎么明白的 我这样唱母胎solo啊 就是因为他很明白 他身体不太solo 对 可是我觉得女胎solo是最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 有两类人 类似啥也不知道 类似很知道 那两个极端都在这儿了 每个人都在这儿了 你也是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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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不知道 刚才已经听出来 你确实好像不知道 可以 很希望我爸跟我妈开个会 你到底想让我找什么样的 那不应该是 问你自己 你自己想找什么样的 对 喜欢什么样的 我不知道 我得喜欢一个什么感觉 我都知道 很多人都跟我说 什么 像我们这种行业 应该大学里就先找好 可问题是我妈的态度是 你大学要敢找恋爱 我打断你的腿 现在你不找也打断你的腿 对 有一句话是 有些那个路程就是 说大学长谈恋爱 打断你的腿 然后一毕竟想让你结婚 可是他怎么去找呢 这已经是个社会现象了 年龄越大越找不到 你别说这种话 你不会怕谈恋你 不至于 你是有点吗 我是想结婚 但是 他想结婚这个事情 从我进来 第一天开始跟我讲讲到现在 但是 我怕的点是在那个 有一个人要跟你过一辈子 这不是很开心的事情吗 李不言 不是 就感觉 他没有自己了 万一偷偷想要干你什么事情 所以你这样子 你想早上就是一个 可以让你稍微有点空间的人 怎么光线就出来了吗 对哦 你很继续 有道理 嗯 往往情感大是自己的情感是一塌糊涂 我这风车不但吃瓜群众 还不停地在挖坑 一个母胎solo给另一个母胎solo出招 我也 一个敢教一个敢学 一个敢说一个敢听 对 那我们走吧 走吧 把这吃了 吃吧 我看你一口吞 你真的一口吞啊 厉害 那要写一下照 走吧 先回去 看一遍 对 刚刚那个里面他们其实讨论的 跟这个相亲的有一个话题 其实挺有意思的 说读书的时候 这个不让早恋 对 一毕业就希望你结婚 这是个挺好的问题 大家觉得呢 很现实很真实 对 我身边也会有一些年轻人 他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大家也很苦恼 对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父母的观念需要更新的 是的